接下来我们就走到拉丁美洲 它现在是新冠疫情重创的地区 全球确诊数第二高的就在这里的巴西 另外报道当中 秘鲁有24万人确诊 已经超越了当初疫情最严重的欧洲 意大利 很多外地移工冒险要离开秘鲁的首都 立马为了躲避疫情 希望回家 但是他们是经济弱势 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报道当中这个母亲带了三个女儿 靠着双脚走了560公里才回到家门 秘鲁也跟世界各国一样 等不及重新开门拼经济 最知名的景点 马丘比丘7月就要重开 其实秘鲁的封城令非常久 它从三月周一直到6月30号 但始终没有办法控制住任何疫情 南美洲国家秘鲁首都立马 巴士站极满人 大家都想逃离 因为秘鲁70%的人 靠打零工 摆摊等非正式经济勉强糊口 当城市因新冠疫情封城 经济也顿时陷入危机 玛丽亚和她三个女儿 当初为了教育来到立马 现在只能回乡 但没有飞机 火车或巴士 他们只能展开一场 长560公里的徒步之旅 一路上天气热 食物和水也缺乏 走了三天 一行人举步维艰 因为他们人在高4500公尺的安地斯山脉 空气稀薄 无疑是场残酷艰辛的旅程 好心的卡车司机 载他们到下一个城镇 但接下来还是得靠自己的双脚 到了晚上 得在雨林里扎营过夜 经过七天近500公里的长途跋涉 玛丽亚一家终于抵达家乡省份 但当地原住民对外封锁 因为所在的乌卡亚利地区 是秘鲁新冠疫情重灾区之一 几经协调终于获准进入 但条件是得在自家农场自我隔离 不过到家后还有一项磨难 好不容易见到面的家人 暂时不能拥抱 以防病毒传染 玛丽亚一家还算是幸运的 不是所有离开立马的人都能平安返家 秘鲁总统坦承现在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人口约3200万的秘鲁 新冠确诊已破24万人 超越意大利 跃升全球第七 超过7000人死亡 秘鲁政府从3月16号就下令封城到6月30号 是全世界最长 但连秘鲁最著名的流行病学家都反对 因为老百姓根本没有本钱呆在家 秘鲁四月经济活动 去年同比下滑40.49% 光是首都立马就有230万人失去工作 自一月以来经济已萎缩13.1% 经济学家认为秘鲁这场经济危机 将会和19世纪末 与智力爆发消失战争后一样惨 不过每年为秘鲁带来百万观光客的 印加帝国遗迹马丘比丘 现在预定7月重启 但一天只开放675人进入 至于南美疫情最严重的巴西 确诊数仅次美国逼近百万大观 但专家说在检测不足下 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防疫不力的极右派总统波索纳洛 支持者上街挑战地方政府的工程令 甚至呼吁军队介入 关闭国会和最高法院 让巴西民主和疫情两头烧 请订阅总统报道 本事不法请订阅总统波索的